大家好,我是阿胖 现在正是白菜最好吃的季节 今天我就用白菜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这样做出来口味清淡,不油腻 吃多了也不会上火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选这种比较小的白菜 也是娃娃菜 这样做出来成品会更好看 如果没有娃娃菜,可以用大白菜 先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接下来 剩下的菜心太小了就不用了 用其他的方法把它吃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一片一片 把白菜洗干净 白菜帮上有一层又滑又黏的膜 有人说这是白菜在生长的过程中 积累下来的脏东西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所以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再吃 这个时候烧一锅开水 水开后把白菜一片一片下进来 用筷子把白菜帮按压到水里 开大火烫上两分钟 不要烫时间太长 烫至白菜帮非常柔软 叶子不烂掉 就把它捞出来 捞出的白菜再泡到凉水里 这样颜色会更好看 下面向碗中加入一点木耳 再加入清水 把它泡发 接着再向碗中加入一点干香菇 用热水把它泡发 然后再准备一点肉馅放入碗中 不喜欢五花肉可以用鸡胸肉代替 换成自己喜欢吃的就行 下面上右馅中加入料酒 如果不喜欢料酒可以像我一样加入三勺牢糟 牢糟既能够去腥又能够增香 比料酒还好用 接着加入生抽 一点老抽上色 再加入蚝油 一勺十三香 少许食用盐 加入小末香油 可以多加一点 最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顺着一个方向 把肉馅搅至上进 然后准备一根大葱 中间滑一下 把它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块老姜 切成末先放一边 再准备半根胡萝卜 切片切丝 最后切成胡萝卜末 现在把泡好的白菜 从凉水里面一片一片捞出来 放到漏栏里 控干水分 等一会儿就用它了 末泡发后 清洗两遍 然后抓干里面的水分 香菇也是一样 抓干水分 放在案板上 用刀把它剁成颗粒状 把所有食材放到肉馅里 最后再用筷子 搅拌均匀就行了 取出白菜叶 把靠近根部老掉的部分 先切下来 最后放上调好的肉馅 放在白菜叶子那里 肉馅整理磁石后 就可以像这样把它卷起来了 像这样 卷好后放入平盘中 接下来水开之后再上锅 盖上盖子 开大火蒸10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蒸时间太长 已经蒸好了 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防烫手套 然后把蒸出的水倒入炒锅里 如果水少可以向里面加入一点清水 再加一点蒸鱼齿油 开大火 把它烧开 烧开后加入少许水淀粉 勾一个薄薄的芡汁 煮至浓稠冒泡像这样 然后均匀地淋在白菜肉卷上 这样做的白菜酿肉 颜色漂亮 造型好看 做法也简单 更重要的是口感非常不错 吃着清淡不油腻 清蒸的不上火 我家的小孩子也能够吃上几个 真的是太好吃了 荤素搭配超级营养 在过年的餐桌上来上一盘 待客也是非常有面子 如果喜欢你也试试吧 喜欢可以先收藏起来 我是阿胖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5-6-3-4-2-0